前两天中国演员汤伟和韩国演员全智贤都出现在机场 前往伦敦时装周 作为风格不同的气质型美人 两人的出现很快就吸引了网友的围观 而更令人惊讶的是 同样是斯林家的女明星 两人却都有种远离名立场的洒脱感 全智贤一身慵懒穿搭 格子级的围巾营造了初春的氛围感 松弛的姿态 几乎素颜的妆面都有种随意的亲切感 路人拍摄的照片毫无章法可言 但当时的全智贤360度 每个角度都像是画报女郎 尤其是她扮遮面的时候 真的让人梦回来自星星的你 想起那个骄纵傲气的女明星千颂一 韩国本身就缺乏大气路线的美女 而42岁的全智贤就以这种与众不同的大气美 成功讨得网友的欢欣 而同样具备松弛感的还有的汤维 44岁的汤维就更具中式美女的氛围感 在机场路透中 汤维一身日系艺术家的造型 松松垮垮的格子裤 格空与全智贤的围巾适配 同样的时尚元素 放在汤维和全智贤身上 就是完全不同的感觉 如果说全智贤是美式街头老前锋 那汤维就是浪迹天涯艺术风 哪怕是他有些吐气的雷锋帽 都带着自由不羁的效果 不仅如此 汤维在机场照片里的很多小表情 都有种青涩单纯的美好 他笑起来的时候 有着十足的生命力 看起来明媚又可爱 单看照片 我是半点察觉不到汤维四灵家的年纪 在前往伦敦时装周的路透里 44岁的汤维和42岁的全智贤 各有各的美感 但是当两人真正同框合照时 我才发现在同样的镜头角度和打光滤镜下 有的人的颜值只能算是昙花一现 但有的人却越老越有韵味 时装周上 全智贤和汤维都选择了比较舒适的休闲风 全智贤一身松垮的白色衬衫 搭配印花裙裤 商务休闲感扑面而来 但这精心打扮的模样 真不如机场路透时 被围巾挡住半张脸的松弛 尤其是在和汤维同框的时候 全智贤这张高级脸反而有些苍白显老 镜头里 汤维穿了一身很难驾驭的均绿色的设计感外套 下身的格子袜和长靴 时尚感十足 关键是 汤维这张脸虽然在妆感和肤色透亮度上输给了全智贤 但是他的面部线条流畅 整张脸都有种向上低了的年轻态 单看二人的精神状态 42岁的全智贤是难掩疲态 但44岁的汤维依旧有种肤色健康 元气满满感觉 对此 不少网友都拉平 全智贤受了没以前好看了 韩国明星的五官经不起推敲 辨识度低 对比很鲜明 网友的评价很犀利 但也确实是事实 平日里的全智贤 看起来光鲜亮丽 明星感十足 但其实一和汤维同框 就会有种五官体量太小 头肩比突兀的感觉 甚至在闪光灯的作用下 全智贤的整张脸都被镜头拉长 即便笑着也有种苦相 本就没什么存在感的五官 更因此失去了辨识度 不及一旁汤维带来的记忆点和美貌冲击力 甚至脱离了铜框之后 全智贤单独的镜头也状态平平 在这张高清媒体图里 可以明显看到全智贤不仅受脱向了 还出现了胶原蛋白下垂的问题 脸上的脂肪 包括苹果肌和嘴角都失去了年轻时候的弹性 像他这种需要肉感支撑的颜值 到了一定年纪加上体重减轻 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垮脸的迹象 同样的媒体镜头下 44岁的汤维就更显年轻 汤维的优势就在于中式骨相 气质挂五官 细看就会发现汤维的五官不算精致 骨相不够明显 但正是这样的硬件 让他44岁依旧有种二三十岁的状态 而且面对镜头汤维一直有种不被定义的松弛感 他大大方方地笑 动作松弛 表情丰富 没有时尚圈定位的条条框框 如若不是媒体宣传了 这一组图里的汤维更像是在路边被偶遇的素人美女 有种远离尘销的朴素美 那种生活化的松弛 更放大了他气质美人的优势 不过话说回来 美女都是互相欣赏的 网友在审判美貌的高低之分 美女却在互相认可 两人一位是韩国演员 一位是中国演员 但是同时出现在看秀座位上时 却没有预料之中的拘谨 全智贤主动靠近 和汤维轻腻贴贴 两人又是玩手又是贴面 一时之间 更是让网友不知道该极度谁好 不过话说回来 汤维本身就在韩国演艺圈发展得更好 对于全智贤而言 汤维也算是比较熟悉的明星了 只可惜 从这次两人的状态中就会发现 42岁的全智贤 其实在表演戏路上 已经越来越局限 或许这也是 来自星星的你 上线之后 全智贤迟迟没有新作品出圈的原因 现如今 全智贤想要再塑造千宋一这种人物 也显得有些吃力了 至于汤维 形象好 气质佳 演技再现 而且在韩的国民度相当高 走偶像路线的全智贤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成了昙花一现的美人 但走实力路线的汤维 已经在韩国的电影圈站稳脚跟 尤其是电影分手的决心 让汤维拿下韩国电影青龙奖 最佳女主角之后 汤维的演艺事业 就彻底走上了另一个高台 不论是看咖位 作品 还是状态 汤维的星光都更具优势 这份星光 也是让汤维面对公众 面对媒体镜头 都自在简单的底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